5月10号上午,在张家界九天封链景区,当地记者操控无人机拍摄雨后云雾中的石鹰沙岩风林美景。 画面显示,无人机穿越纵深达数百米的石柱群时,远处有一模糊的小黑点迅速靠近。 迅速接近无人机的黑点为一只猛禽。 靠近无人机时,猛禽黄色利爪直直地伸向了无人机。 随后,这只猛禽将无人机抛在树林里。 专家对无人机拍摄视频的研判初步认定,画面中的猛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笋。 据了解,红笋捕食一般在白天,经常在空中盘旋,搜寻地面上的老鼠、雀形木鸟类、松鼠等小型脊椎动物。